现在需要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 首先还是回顾一下上次 我讲的一小时内汽车经过的概率分布模型 首先是守在观测点 测的一个合理的随机变量期望值 此随机变量定义为 接上特定地点一小时内经过的车辆数 观测多小时后 对期望值λ得到很好的估计 然后建模为二项分布 二项分布的期望值等于 随机测试次数乘以一次试验成功的概率 将试验次数看成是时间区间个数 而这是一小时内试验成功的总数目 这个区间可以越来越小 而这就是小区间内成功的概率 上次我讲了 如果区间是分钟 这就是一分钟成功的概率 这其中有很多合理的论述 但如果一分钟内多于一辆车通过呢 我们说哦 那就改成每秒钟成功的概率吧 但问题仍然存在 一秒内可能不止一辆车通过 因此我们可以取极限值 让区间数趋近于无穷大 再看能得到怎样的公式 这就要考虑N趋于无穷大的时候 它的二项分布情况 来看X等于某值K的概率 比如X等于某一小时内正好有三辆车通过的概率 等于 这里我们是求极限 N趋于无限大的极限 N选K N趋于无穷大后 选K个超级超级小的时刻 这些都是瞬间时刻了 时刻接近瞬间 然后有K次是成功的 比如三个时刻是成功的 或者说三辆车通过 或者七个时刻有车通过 也就是一小时内有七辆车通过 二项分布 这里也就是 N趋刻选K 乘以成功的概率 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这是N P等于什么 P等于Lamd除以N 因为NP等于Lamd 写一下P P等于Lamd除以N 整理这个得到 成功概率是 Lamd除以N 然后是K次成功 所以是K次方 然后失败的概率是多少 是1 减去成功的概率 失败有多少次 或者说多少时刻 没有车通过 K次成功 显然有N减K次失败 看看如何处理 这等于 我重写一下 换个颜色 N趋于无穷大的极限 写出这个二项式系数 也就是 N阶乘除以 N-K的阶乘 乘以K的阶乘 一般我是反过来写的 不过没关系 乘以Lamd的K次方 根据指数 根据指数性质 除以K的N次方 然后这个式子 可以将两个指数分开 也就是 1-Lamd除以N的N次方 乘以1-Lamd除以N的 负K次方 同底时指数可以加减 下面继续化减 这两个交换一下 这可以看成是一个分式 乘除法的顺序是可以交换的 这等于 我换个颜色 N区有无穷大的极限 我不喜欢那个颜色 把上次的东西重写一下 这是什么 上节课末我讲过 N的阶乘除以N-K的阶乘 等于N乘以N-1 乘以N-2 一直到N-K加N 如果这里是7的阶乘 除以7-2的阶乘 那就等于7乘以6 6比7-2大1 和公式相匹配 上节我们讲过 我还讲了这里正好是K项 一个个数你会发现 正好是K项 这都是上一节的内容 我只是重写了一下 然后换了个顺序 于是除以N的K次方 乘以 交换顺序后 Lam的K次方 除以K的阶乘 然后呢 后面的照抄一下 1-Lam的除以N的N次方 乘以1-Lam的除以N的 -K次方 然后取极限 此时会有什么情况呢 极限还有一个性质 我先做个铺垫 X趋于任何A的Fx 乘以Gx的极限 等于X趋于A的Fx的极限 乘以X趋于A的Gx的极限 可以将极限符号 分别用到乘机各音式中 对上面这个极限是 做一下 这个极限是多少呢 我写一下 选个好点的颜色吧 黄色吧 N趋于无穷大的极限 首先看N 乘以N-1乘以N-2 一直到N-K加1 乘出来将是一个多项式 这里做乘法的是一些二项式 乘了K次 最高项是N的K次方 等于N的K次方 加某数乘以N的K-1次方 这将是一个很长的K次多项式 这正是推导所需 这将等于N的K次方 加上一大串东西 这是上面乘出来的结果 然后除以 中间这个不用管 它其实是常数 可以直接提到前面来 不用写Lamb的符号 乘以Lamb的K次方 除以K接程 这里没有N 所以相对于N是常数 乘以N趋于无穷大的极限值 1-Lamb的除以N的N次方 乘以1-Lamb的除以N的-K次方 写得好像有点不清楚 首先看这个极限 某多项式N的K次方 加一些无关紧要的第一次项 K次项是最高次项 于是分子分母中 都是N的K次方 为最高次项 系数为1 所以极限是1 另外还可以 一项项除以N的K次方 得到1加1 除以N加 这样的式子 每一项至少都有 都有个N分之一 求极限时 含N分之一的项都是0 只剩下一分之一 两种方法都行 只要上下最高次数相同 系数相同 N趋于无穷大时 这肯定趋于1 这步化简很棒 于是有 1乘以Lamb的K次方 除以K的结成 N趋于无穷大时 这个是多少呢 1减去N分之Lamb的N次方 上节我讲过一个工具 N趋于无穷大时 1加A除以N 的N次方的极限 是E的A次方 正好用于这里 只是A换成了 负Lamb的 因此它等于E的 负Lamb的次方 用负Lamb的换掉A 最后是这个极限 我重新写得好看一些 1减去Lamb的除以N的 负K次方 N趋于无穷大时会如何 这是一项Lamb的是常数 N趋于无穷大时 这一项趋于0 于是有1的负K次方 1的任何次方是1 所以这一项也是1 这又是一个1 好了 这就出来了 表示一小时内通过的 车辆数 它的随机变量X 等于特定数字K的概率 比如7辆车通过 等于N趋于 无穷大时的极限 N选K 乘以Lamb的除以N的K次方 K次成功 乘以1减去Lamb的除以N的 N减K次方 N减K次失败 刚才推演出 这等于Lamb的K次方 除以K的阶层 乘以E的负Lamb的次方 这很美妙 如果不是听人讲这些 你肯定想象不到 它同二项式定理的联系 这里有个E 有个阶层 但是很多情况都有阶层 很难想象出 这同二项式定理的联系 这是区间取到 越来越小时的极限 而每区间内 成功的概率也变小了 取极限后得到E 仔细想想这说得通 对复利的推导 我们也做了类似操作 不断减小区间 每个区间乘以更小数字 取极限就得到E 这也正是我们 对上面这个公式所做的 下面再看看怎么用它 假设我是一个交通工程师 我测出平均每小时 是9辆车通过 我想知道概率 这是期望值 平均每小时9辆车经过 然后我想知道 某小时正好有 两辆车经过的概率 那么也就是 9的平方除以2的阶乘 等于81除以2 乘以1的负9次方 也许我们可以用图形计算器算一下 算了 具体我就不算了 下次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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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适量积过